大家好,我是胡明星 那在上次课程当中我们讲到了Jungle的命令行工具 Jungle Admin和Manager.py 那在这次课程当中我们将继续带着大家去了解Jungle 在这一节课里面呢 我们会给大家去搭建一个查询用户列表的一个页面 在正式的去搭建这个页面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次课程的一个思考题 如何更改开发服务器的端口 上一次课程当中有讲到我们的服务器端口 默认在启动的时候是8000的端口 那我们如何去修改这个服务器的端口 OK 我们先切换到我们的虚拟环境 还是去执行 我的虚拟环境的目录应该是这个 这个目录下面的script 然后Activate 好切换到这个目录之后的话呢 进入到 好进入到我们创建的这个项目里面 OK 然后通过manager.py 让siver去执行我们的这个启动命令 那启动之后的话呢 默认是8000的端口 那这个端口我们如何去 如何去给它修改掉 OK 还是用我们之前的方法 我们在我们的命令前面呢 加上一个help 那通过help的话 我们可以查看到我们这个命令的使用方法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那端口的这个可选参数哈 那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设置它 OK 所以我们在启动我们的服务器的时候呢 只需要在后面去 加上对应的端口号 那它就会呢 按照我们指定的端口去启动 那现在启动是在8080端口 我们呢 去访问这个端口号 同样能够访问到我们刚才的这个网站的页面 包括它的管理后台 我们通过8080的端口呢 都能够访问到 OK 好 这是上一次课程当中 给大家运流的一个思考题 那有的同学可能对端口和网页地址 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啊 那这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会在后面去讲解路由配置 就是去讲解url.py这个里面的 时候呢 会去详细的讲到啊 所以大家呢 也不用着急 OK 那在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思考题之后啊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我们在上一次课程当中去创建的这个项目和APP 它的一个目录结构是什么样的啊 目录结构是什么样的啊 那在上一次课程当中 我们通过两个命令 一个是start project 创建了一个工程的目录文件 那另外一个是通过start app去创建了 hello的这个APP 那这两个文件 它的目录结构是怎样的啊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manager.py manager.py我之前已经有给大家说到过 那这其实也是一个命令行工具的脚本 它是对将个admin的一个包装 那它拥有的命令比将个admin还要多一些 OK 好 这是manager.py 那除了这个的话呢 我们通过start project去生成了一个工程目录 那这个工程目录的话呢 里面有相应的一些文件 这里面的这些东西的话呢 这个py catch 这个是python3.5生成的一个 一个缓存的啊 一个缓存的文件 就是我们的py模块的编译文件 它会缓存在这个地方 编译之后的这个字节文件 缓存在这个目录下面 那这个iit呢 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一个py的模块 那这个模块的话呢 它是初始化我们这个package 就这个包 当有了这个模块之后 我们的这个 它其实是python里面的一个package 对吧 就是一个包 然后还有setting setting的话呢 是我们的项目配置文件 我们所有的项目配置信息 都包含在这个文件下面 里面比如说会包含 我们的数据库的配置信息 我们的模板配置信息 或者静态文件的配置信息 都会在这里面 那还有一个url.py 那这个是我们的url的一个配置文件 也就是我们网页地址的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去访问的时候是通过网页地址去访问的 我们要跟每一个页面去配置对应的url 那就在这个地方去配置 然后还有一个wsgi的一个配置 那这个wsgi的配置的话呢 是一个协议的配置文件 wsgi的配置文件 那这个协议是用在我们去部署项目运行的时候 会用到的一个协议 我们要去配置 比如说部署的环境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到这个文件 那所以 那大家可以对这个文件呢 做一个初步的了解就可以 后面在学到部署的时候 我们呢 再详细地去了解它 OK这是我们的工程目录的文件 工程目录的文件 然后呢 我们还通过start的app去创建了一个hello hello的这个app hello的这个app的话呢 里面也包含了 里面也包含了我们的 很多的生成的代码和目录 那首先在这个地方 提到了app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app的概念我简单的说一下啊 它是有别于我们的工程目录 工程文件的 我们在开发一个网站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app 那不同的app 它会去不同 负责不同的业务功能的开发 那我们把它 区分开来 一个app 也就是一个app 也就是一个应用 那它负责特定的一个功能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很好的去管理我们项目当中的一些 比如说功能模块 那目前的话 我这个地方是只有一个hello的app 那在这个app里面 我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些文件 生成了这样的一些文件 这些文件的话呢 我们分别的来看一下 那py开启的话呢 这个不用多说了 那migration migration的话是 我们的一个数据库同步的脚本目录 我们在同步我们的数据库的时候 它会在这里面生成相应的一些 同步的脚本 那这个脚本的话呢 会放在这里面 数据库同步的配置 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当中去给大家讲到 好 这个inlet的文件也不用多说 那admin.py的话呢 是我们去配置后台管理的一个文件 我们去访问这个admin的时候 能够访问到一个管理后台 我们要去配置这个管理后台的一些东西的话呢 是要在这个admin.py去配置 还有一个是app.py app.py的话呢 它是做一个app配置的 那这个app的配置的话 它可以去配置我们的app的一些信息 在后面的代码当中 我们可能也会用到它 那model.py的话呢 是模型代码的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去 配置我们的数据库模型 数据库模型 那会用到它 这在后面的章节都会有介绍 好 然后test.py的话呢 是单元测试 我们要对项目的代码做单元测试的话 我们单元测试的代码呢 可以写在这里面 那vyou.py 这个文件的话呢 是我们的业务代码所写的一个地方 我们主要的业务的代码 那会放在这个地方去书写它 OK 好 这是它生成的一个目录结构 目录结构和代码的结构 好 那这个用户列表的页面 我们是希望把目前数据库当中拥有的用户 查询出来显示在一个页面上面 那这个页面的话呢 我提前有准备好 好 这个页面的代码 我提前有准备好 我放在了我的课件里面 好 是这样的一个表格的形式 好 我待会会把它替换成 我们的这个用户显示的内容 那它会用到一些CSS的文件 和JS的文件 那都在这个地方 好 都在这个地方 OK 那在了解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功能需求之后 我们来实现相应的代码 实现相应的代码 如何去实现相应的代码 我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去 列举了几个简单的步骤 那第一步 我们先在微右.py里面去定义一个 处理请求的函数 好 我们现在微右.py去定义 好 大家呢 可以跟着我一起来走 好 跟着我的代码 一起来走 OK 我们在这里面去定义一个请求处理的函数 那比如说我的函数呢 是叫做hello 那这个函数里面 它必须是要有一个request的对象 那当然这个 这个参数啊 这个参数是必须要有的 那你没有的话呢 它不能去接收页面的请求 那这部分的代码 我们在后面也会去详细的给大家去做一些讲解 好 然后我们再 使用到这个 render的方法 然后 渲染的这个方法 它有两个 必须要填写的参数 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request的对象 第二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模板 好 我们的模板 我们的模板呢 好 我们的模板是叫做table.html 好 那这样我们就定义好了一个 定义好了一个 请求处理的函数 好 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 好 第二步定义一个模板 并引入静态文件 好 那我的这个模板和静态文件 要放在哪里呢 放到我的项目里面的哪个位置 哪个位置 好 放在哪个位置 那我们的静态文件和模板放的位置 它其实是比较灵活的 那将过的话呢 它默认会在我们的APP下面去找相应的静态文件和模板 那所以的话 我先按照默认的情况去添加它 好 给它一个static的这个目录 Static的这个目录的话呢 是来存放我们的静态文件 也就是我们的css和js 包括图片的一些信息 可以放到static的这个目录 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template 模板目录 然后呢 把对应着这两个素材 css和js的目录 我们放到对应的static下面 模板呢 放到对应的模板目录下面 好 那因为我现在是按照它默认的 默认的这种方式去写的 所以这个static的目录和template的这个目录啊 它是必须这样子去命名的 它的命名 命名的话呢 默认是识别这两个名字 所以它不要不要去改变这两个名字 OK 那我这样把静态文件和模板呢都放过来了 都放过来了 那放过来了之后 好 放过来了之后 我接着来做什么呢 第三步 在我们的url.py里面去定义url地址 定义它的网页访问的地址 那我们的网页访问地址怎么去定义 好 在我们的这个工程步录下面是有一个url.py 我们在这里面去定义我们的url的地址 那怎么去定义这url地址 其实它在这上面的注释里面呢 有给大家写的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 它有多种方式去定义url 那我们用第一种方法 我们先用第一种方法 直接把这个代码可以拷贝 那我的app的名字是叫做hello 好 名字是叫做hello 好 然后呢 从hello当中去把我们的vu.py 就把这个模块给导入过来 好 然后我们在 我们的url的配置里面 这样去写 那比如说我定义的名字呢 是叫做hello 就是它的url的名字 访问的这个名字叫hello 好 然后呢 这个name是它的一个别名 好 给它这样写好 那写好之后 写好之后 我的这个url 定义的这个url 那它就指向了我的vu当中的hello的这个函数 那在这里 对吧 好 这样写好之后的话呢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好 当然你可以 把它再启动一下 启动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去访问一下hello 好 访问一下 访问一下 它是没有找到我们的这个模板 好 没找到这个模板的原因 我来看一下 好 看一下配置文件 好 这盆配置文件里面应该还漏掉了一个配置 这个配置应该要加上去 就是我要在这个地方去把我的APP加进去 我要把我的APP 因为我们创我们是先创建的工程目录再创建的APP 那我的这个APP呢 它是没有自动加入到我的这个配置文件里面来 所以我要用我的这个APP 要告诉我的这个工程 我有这样一个APP要使用 那你需要去给它指定hello 把我们的这个APP名字加到这个配置项里面 所以我这地方 那其实还漏掉了一步 这个应该是最最早的一步 好 那在setting.py里面 增加hello 也就是增加APP的名字 增加APP的名字 它就会找到 它就会去找到我们的这个APP 然后把它加载到我们的项目里面来 好 把这个地方的数字改一下 好 改掉之后 改掉之后呢 我们的开发服务器 它应该是会自动的去加载我们的代码的 但是你如果是有的时候 确保你的这个代码是被重新加载了 你可以让它重新运行一下 你可以按Country C把它停掉之后 然后重新让它启动一下 那它就100%能够加载到我们的这个项目 OK 那这样我把那个APP加进来之后 我们的这个模板 它也找到了 对不对 找到了 那但是呢 这个地方的代码 和我们看到的这个表格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不一样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其实还会用到 模板的一些功能 那我们这个模板的话呢 是放到我们的APP下面的 好 一个template的模板 那这个模板 因为我们是放到了项目里面 所以它加载这个静态文件的路径呢 其实发生了一些改变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LOD标签 去把这个标签库 把这个标签库先加载进来 加载进来之后 再通过一个叫做Static的标签 去把我的这个静态文件的路径呢 包含进去 好 我这地方用到的CSS和JS 那它其实都是属于静态文件 那它其实都是属于静态文件 所以我这个地方 注意这是这个标签的使用 我们在后面还会有专门的这个内容去讲 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直接写上 好 它是以这样的两个 这个花括号百分号 百分号花括号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对 来标记我们的这个标签的 好 我这样加上这个标签之后 然后重新再去刷新它 OK 那我的这个页面呢 就显示出来了 对吧 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一样的了 好 那这里面的这些信息 我还没有替换成我自己想要的一个用户列表的信息 那怎么来做呢 好 怎么来做呢 我把这里面的信息给替换一下 好 用户列表 用户名 好 然后这下面的这些信息呢 多余的信息我先给它去除掉 OK 那现在是一个用户列表 然后我去把用户名和它的first name和last name的这些信息 好 我要去把它取出来 我要去把它取出来 或者我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密码 好 密码 好 增加了一个密码项 好 然后这里面的 好 这里面的这个信息 这里面的这个信息呢 我们要从数据库里面去取 那怎么去取呢 那怎么去取呢 这个地方的这些信息 目前是写一个静态的信息 对吧 静态的信息 我们要去取得我们的用户的信息 怎么去取 我们会从 我们会从 一个叫做 优热的模型里面去取 那这个优热的模型在哪里 在哪里 我这个地方的话给大家 去打开看一下 好 还记得我们虚拟环境 是装过这个 这个框架的 这个框架 这个框架 我装在虚拟环境之后 那它其实是在我的这个 Lab的目录下面 有一个Site Package的目录 然后这里面呢 你看到我安装的这些库 这些都在这里面 都在这里面 这里面就有我们的Jungle 就我们的Jungle 这个是它的一个描述文件 你不用去管好描述文件的 所在的目录 那这个才是我们的Jungle 这些代码所在的目录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Contrable的框架集 那这里面它包含了很多的APP 很多的APP 那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认证模块 认证模块里面的话 有一个Module 有一个Module 这个里面有一个Module的话呢 它有一个user的模型 user的模型类 我们可以去搜索一下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搜索 classuser 有一个classuser 我们的这个用户 我们的这个用户类 它其实是存在这里面的 我们的用户信息 它存在这里面的 存在这里面的 所以我们可以去用到这个Module 好 那怎么去引入它呢 那是不是就是 form Jungle 点 Contrable 点 is 点 Module 好 import 好 然后呢 user 好 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APP 给引入进来了 对不对 那Jungle Jungle 这个Contrable 然后呢 ISO 认证模块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Module 它有一个Module 那Module就是里面呢 Module里面呢 有一个user 对吧 好 我去把它导入进来 那这样我就把这个user导入 模型导入进来了 那这个user我们去调用一个object 点 或 好 user list 好 然后呢 再把 这句代码它的一个作用是去 从我们的这个用户模型去查询所有的用户 查询到之后呢 保存到一个叫做user list的变量里面 那查到这个之后我们把这个变量 传递给模板 通过字典的方式呢 传递给这个模板 传递给这个模板 好 传递给模板之后 我们在模板这边呢 就可以去接收到这个变量的值 接收到这个值 它的根据它的k去接收到 好 接收到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个for标签 去便利出我们的用户信息 好 然后呢 再去调用相应的变量 比如说user.user name 好 密码是password 好 手姓名和尾姓名 好 手姓名和尾姓名应该是first name 和last name 好 那有的同学说 你怎么会知道 我调用的这个名字是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看一下结果 对不对 好 这地方呢 就把这个信息给调用出来了 对不对 给调用出来了 因为密码是做个加密 好 密码做个加密 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串密文 是一串密文 然后这地方是我们在创建这个用户的时候呢 添加的一个admin的一个账号 对吧 这是一个超级管理员的一个账号 OK 那有的同学说 我这个地方的这个名字 你是怎么知道的 好 那我们会借助到 我们可以到数据库里面去查一下 查一下 查一下 我们的数据库的话 我们的数据库的话 之前有给大家一个工具 我们在第一次 应该第二次库 就是安装环境的时候 有给大家提供到这些管理的工具 你们可以用它去连接MySQL 连接各种数据库 包括MySQL 或者是这个SQL 那比如说我现在用到的这个数据库是siglet的数据库 我去找到我的siglet所在的一个位置 我这个数据库所在的一个位置是在 应该在这里 Hello Hello Jungle DBSig 我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这里面有很多的表的信息 当然这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这些我们在后面会涉及到 那我们这个地方会用到一个用户的信息 那这个用户的信息 我们可以打开来看 这里面是不是存储的我们的用户的信息 那user name 对吧 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user name是不是对应着我这个地方的user name 然后我们的first name和last name对应着他们对不对 对应着他们 然后还有一个是password password是他 OK 那当然这个first name和last name现在是没有值 那我可以给它取一个值 那比如说张三 然后呢 保存一下 好保存了之后 好我再重新的去刷新 那这个地方的值是不是就被查询出来了 好被查出来了 好但这个地方只有一条记录 好你还可以去我们的管理后台 好去我们的管理后台 我的密码是hello123 应该是hello123 应该是hello123 hello888 好 那你可以到这个user里面呢 再多添加一些用户的信息 那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的user name假设是test1 好然后密码随便输一个 好保存一下 好那这个时候我新加了一条用户 新加了一条用户之后 好然后我再重新刷新一下那我刚才所签加的这条用户呢同样被显示出来了对不对同样被显示出来了好这就是这一个简单的例子哈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那这个例子的话呢我们会非常快速的去搭建了这样的一个用户列表的页面 那通过这个页面我们使用到了将过里面的一些常用的功能 让大家快速的去体验了一下将过他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东西哈 我们没有做过多的一些东西直接在他的这个平台上面去写了很少的代码就实现了一个页面 那实现了一个查询用户的这样的一个页面 OK 好这是我们这一节课的一个内容那这节课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之后我们在下一次课当中呢会去讲解那这个框架它的一个运行原理 好那大家下来之后也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课后的一些思考啊 第一我们目前的这个模板和静态文件哈 他都是放在APP目录下面的那因为他默认将过他去默认加载模板和静态文件的时候都是从APP目录下面去查找的 那如果我想把模板目录和静态文件放到项目的根目录下面啊就是放到哪里呢 我我现在呢假设不想让他放在APP里面我想把这两个文件哈 两个目录我想把它放到这下面来啊放到这下面来那该怎么去做或者是说我这两个目录我不仅要放到这个目录下面来 我还想让他的名字变一下不叫做Stanley和Template那应该怎么做好 好这个是一个思考题啊一个思考题那第二个思考题的话呢 好第二个思考题 好我们目前的这个APP的UIL是直接定义在工程目录下的UIL.py里面 好也就是我们UIL目前是定义在这里的啊定义在这里的那有没有办法啊有没有办法把我们的UIL.py 放到这里面来定义啊就是每一个APP都对应一个UIL.py OK 这样的话呢能够方便我们的UIL的管理 好这是另外一个那第三一个啊我们的这个模板它是怎么去渲染的静态文件引入引入的这个标签它最终变成了是一个什么东西哈 变成什么东西我们刚开始最先去访问页面的时候我们定义的这个Stanley的标签 Stanley的这个标签去引用我们的静态文件 那在最初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没有把这些样式啊这些给加载出来那后来那它是怎么加载出来的那这个Stanley的标签它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OK 好这个呢大家可以通过查看网页原代码去体会一下哈去了解一下 好这是我们这一节课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好谢谢大家 OK